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这个要慢慢破生灵生心的很多气满觉说都要破 否则这个世界对你还是有边的 有形的 有形就在空旷之里 所以慢慢的要突破这种五月没钱 就像我讲 这个模拟座你就有一个球在这儿 你永远在头脑里边有一个概念 永远有个边儿 这个是很难完全追踪把时空全部破 你才能破得太自在 能看到宇宙的真的是 一刹那这些超越三维到十维很多维度 看到宇宙的真相 就是华业世界 华照世界这些 你才能真的看到 你才能知道佛的富贵 有一天才能真的知道 不是你坐在这儿说说 哎呀 如梦坏泡影啊 那么简单 佛的富贵我们连边也没在到 我们的富贵啊 那是我们的富贵啊 不是富贵的富贵 有每个人都是 哇 无量无边的 你看看华业精 你就知道你有多富贵 我们本来可以活到那个境界的 那个城市 突破所有的维度 都可以 那需要 这个需要 真的需要一点点时间 一点点时间 如果修队了 修队了就一点点 开始是其实在这儿摸属 在巷里面摸属 因为包括我们认为 自信空性是一个有形 或者是无形 不管叫有形 叫无形 还在巷里面 你还在巷里面 对 只是在这儿清除了一点 在这儿有名声 就不断地转移 尤其一代不 解脱了就OK了 嗯 谁也不知道 谁插哪些 有的人很快 嗯 不要比较 不要说哎呀 他说你修20年 你不也还在心吗 那你可能删帖就OK了 这不是 这不是有比的 对 那我可能 我可能 十年摸属的东西 我一下告诉你了 你直接到达 嗯 你不用再经过那十年 就是我把我十年 李基什阿的东西 告诉你的时候 你就少走十年嘛 对 然后你就刹那到了嘛 那有什么 那很简单 那释迦牟尼佛 结果是无量节 正道的东西 他直接告诉他的罗海地址 或者那些地址 所以他就少走了那几大节嘛 所以他就少走了那几大节嘛 对 一样的 真的是很快 嗯 最近突然有个念头 嗯 就觉得好像 要快点 有点紧迫感 放下要快的心 哈哈哈哈 太老了 把心 就是起心动念 就不要急 嗯 休息时放下就是 就是 只是我们要一个学习的角度 啊 觉得我还是迷惑 当然说客气 秋水军进也是 嗯 不见得说明天 哎呀我快 我要是 我要坐十二个小时 我要 转到官房里不出来 我闭鼓 我不吃饭 我不睡觉 就是这种想法 哈哈 哈哈哈哈 最后怎么样 哈哈哈哈 那是很快的在 啊 在母组状态里转悠 其实 不是那样的 嗯 到最后转了一圈回来 还是 如果还是这样的 会觉得很 不是那样的 嗯 这些东西需要 需要 这不是那样修的 活法 嗯 当下很重要 嗯 停下你的头脑很重要 嗯 停下你的头脑 想学的心 哎 然后静下来去 体验当下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精进修正 就像这一刻 你坐在这能完全安心 通脑没一个 一个杂念的 坐在这儿 静静的 很安心的 没有这个世界 再也没有恐惧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了 甚至你就在当下 就活着一秒钟 喝茶 吃东西 这是最快的 最快的 这是最快的速度 嗯 当下是最快的速度 不再 不再 如果你那样经历 说哎呀老师我能不能闭 你笑的哈哈 你数了一大堆 我说哦这三个月 那是未来 当下是最快的 对 安住在每一个当下是最快的 当下永远开悟在当下 没有过去未来的 不可能开悟在未来 嗯 成果也在当下 嗯 因为没有时空 嗯 但是你是停不下来搞 还往前不冲的那个心 那是一种靠博士的状态 哈哈哈哈 你敢不敢后退 倒退 倒退 你不要往前冲了 往后退 你觉得 我退不了 我退不了 往后走 你能不能倒着往回走走 你敢不敢 你头脑里边 永远有一个天经 天经 我学习所有关于佛法的事 我就在修正 你已经错了 是不是 就是拉死也是修行 你永远不敢这样想 为什么不能这样想 往后退 往后走 退不 懈怠 疲惫 什么 所有的都是成就 你怎么不敢想这些是佛呢 你所有的颓废 因为你太精进 你习惯这样子 从小学上高中 你一直上大学 一直哗 就冲出去了 一直这样 每次考试 准备准备 拼搏 拼这个佛 你能不能回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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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爱学习了 我大脑一片空白了 我喝茶不知茶味了 我什么都不行了 你能不能 接纳 好 但是绝在那 清清明明没动 绝在那 留下的那个东西就是 把两二月对立的那些东西往下放 你为什么不敢接纳一个坏的状态呢 糟糕的 坏的 一个 一个 不知道修行为何物的刘老师 甚至不知道修行是个什么 吃饭也不知道什么叫吃饭 喝茶不知道吃 喝茶是什么 休息也不知道什么叫修行 甚至把修行这儿子从脑子拿走呢 对 你刚接受这样一个刘老师的状态吗 然后穿着乱七八糟的 然后来了 人家说别人这样看你 你都觉得我是佛的状态 是吗 你永远想 你永远要 我要学得很好 我要 那种状态 然后我要 因为你是老师 到了很多老师没出来 这就是 在学生眼里 我应该怎么样 我应该怎么样 我应该 我应该 你应该怎么样 你要有礼貌 你要说话 甚至做过来 每一个认识的人 要打招呼 这叫礼貌 然后跟老师要介绍 然后说完了 要跟所有的人都说刘老师是个好老师 刘老师多好啊 看刘老师多有礼貌 你能不能活你自己 你能不能坐在这儿说 我看上去 看了你一眼 你零眼没零 你扣你的鼻子 然后还拿手抓了一块蛋糕 你敢吗 我不是 是因为你太文明了 我不是让你扣了鼻子抓蛋糕 诸位都不可 当然说 我不是说你能变成这样 你可能永远变成这样 但是 你能接受这种状态吗 然后有一个人 站在这儿是这样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孩子太美丽 而且你永远不会再碰那个蛋糕了 他高着鼻子 你怎么能够 你怎么看那个蛋糕呢 只要你被眼角瞄到 你都觉得 完了 这个孩子永远在你心目中 是个脏乱叉的孩子 而且 你是不吃那蛋糕的 只是不说而已 接受这些东西 接受 当你放下所有的这些执着 分别执着的时候 没有脏够够净 这些是最快的 因为放下是最快的 没有一个学习不是最快的 闭关不是最快的 住山都不是最快 甚至出家都不是最快的 放下是最快的 放下你的分别执着 你永远是一个高雅的人 永远是俗女 但是你的心里没有分别执着 永远对所有的人保持着平等 能够把那如如不动按住人 那是最快的 而且你接受自己坏 也是最快的 因为你太好了 所以你太可求完美的东西了 所以稍稍有一点 你自己有一点 在修行里面 如果将来你有一点自私 你会觉得是个障碍 会压迫你 压抑你 你不会原谅自己 如果你不能原谅 一个抠着鼻子拿那个的人 你就永远不会原谅你自己的错 你对自己就不会自卑 你对外在的母一粒 众生你特讨厌 你永远不会对自己慈悲起来 你的心不会柔软 如果你看见这个众生 你特讨厌 你怎么也柔软不了他的心气里 那你里边生气里边 一定有一个气脉 跟他特相应 你所以你的心 如果你那个气脉转不了 你那个心永远不会硬的冷的 你是柔软不起来的 你的慈悲心是从柔软表现出来 慈悲心不是嘴上说 哎呀我看你好可怜啊 给你一点钱吧 慈悲心是你的心是柔软的 游越充满着温暖的柔软 游温暖就柔软 游越是柔柔的 游越对他应不起来 说话你不会 考验的那种状态 不会那样说话 即使他错了 他只是做错了事 跟他人有什么关系 如果从这样行 你可以少走两三年 你那样 如果是像我指使说 闭管什么 继续往前的话 那你可能成为一个 佛学博士 但不是佛 我们可以学习成一个佛学博士 很精进的成为一个佛学博士 甚至佛学家 但就不是佛 但也没问题 佛学家博士也挺好 能够弘扬佛 就是你讲 能够传播 但你 只是传播力量 传播佛法 你不是在度人 你其实也传播也是吧 但是那个力量 因为都是当下的 直接切入他的内心 然后清理他内心的东西 但是传播佛法是讲佛讲 概念上的东西 反正这个东西不会消失在宇宙 因为你背下来了 或者你学 以你的知见 不断的把佛法 就让他传播下去 不知会消失 但是没有人从到这一边 是 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佛法 一直一直一直流布啊 那与我们那些学佛的人 没什么 有很大贡献 因为他们也不断的修 也在学 然后把佛法传下来了 哪怕抄经了 我跟你不断的往下传 反正到我们 到2600年 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经 如果他们不抄来抄去的 我们是看不到的 就是因为他们抄经啊 因为那个时候硬刷 没有那就抄呗 大家手抄本 一个一个流传 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受益 但真正的臣服 有普度众生是你承担 你要度他承担 你一定要承担 你要放下一些很多东西 你才能看清楚他的东西 大家有五要五边的问题 其实根本的也就一两个 所有的问题都在那 根本的问题上纠结 那是你的方式 因为那样你就很舒服 因为你以前学习就那样走的 那是你的套路 所以那个套路 你习惯了那个套路 你觉得你很自在地 就往下走了 对对对 但是那个方式太遥远了 你会走很多年的 我告诉你 然后你很会说佛法 然后说很多年 然后说理路也没有问题 但是碰到事情 你突然发现那些 你一起不起作用 然后你很会说话 但是一遇到问题 你就卡在那 你会发现自己心里很难受 为什么你没在当下行 就是没有当下把所有的理路清理出去 看事实 事实是彼此 面包 你怎么修过来的 就那个里面 没社会 你怎么 你有一个 没有分别的心 看这个呢 如果两个小孩子 他控制彼此 太控制彼此 这两个人一会就到了 那小孩子当然是无知 是另一个层面 但是一个成人 你为什么一点也接受不了这个状态 你一直让你吃 你可以不吃 但是你在内心里面 为什么那么业务 那么去难受 那么恶心 你着了彼此的相 你可以不着 你可以不吃 但是你不应该着想 着想你就难受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很清静 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着邪恶 对 是吧 你可以不邪恶 但是你为什么那么难受呢 定义了 你不知道你是谁 你活在这个里面 我定义了 活在清静里面 对 你要那个状态 你没活在这 对 没有活 不知道这个才是你 你以为那个是你 所以你揉不下这个 清静怎么能揉一下 无垢呢 是吧 干净怎么能揉下鼻子呢 是吧 其实干净也不是 鼻子也不是 都不是 都不是 你在这儿你就 你想 啊 鼻子啊 上去了 然后就我不吃了 就这样了 跟那个人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个人是什么 你不会 你只看到鼻子 没看到人啊 你知道吗 你这一刻是鼻子上去了 蛋糕跟鼻子的关系 跟那个人一点关系也没有 对 以示录是嘛 鼻子跟蛋糕怎么能扯到人身上呢 对 是吧 不一定你这辈子一定要那样 但是你会慢慢用不带着信息的直接看待这个问题 对 对 对 分别 分别 还有那种执着的信心 执着嘛 那你一点入不了那不就执着嘛 没关系 就是这样 就执着到他就是脏的你 你没有鼻子 你身体 内在的 因为你里面就是这个嘛 这个这个这个 全是长东西 大便的都堵在你肚子里 你只没看见 你怎么知道你看不见 其实你是看见的 我们眼睛看不见 其实是心知道的 所以我们很讨厌自己 讨厌这个世界嘛 三界啊 讨厌说破啊 不想再啊 所以你就 意识成面 很多人都在空中飘着 脚不着地 因为他讨厌 他不回来 他说唱啊 脏外唱啊 够啊 静啊 就这样 他不回到这个肉体上 所以他不回来 这个肉体才会病 他不在 这个肉体是空的 他的气脉不充盈 他不回来 他心不回来 他不喜欢这个肠子里边的东西 他不喜欢鼻腔里边的东西 牙齿里边 他就哪也脏 他就在空中飘 他意识在空中飘着 在概念里边飘着 嗯 在追求崇敬 所以慢慢慢慢 他就入不了这个事 他就好像有洁癖了 还有崇敬啊 那种 尤其修行人和如意的 其实他是一时就飘在脚不着地的 然后自己也知道入不了室 其实他就是不回身体 不喜欢慢慢的夜室啊 不想活啊等等 对 不想活啊等等 不想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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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想活啊 有没有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